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期开始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些有关围棋进攻方面的一些相对抽象的一些概念 在之前我们看到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首先要观察对方的一个弱棋 这是一个进攻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进攻的目标 找到了目标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展开了为了实现进攻的目标 我们开始施展这个手段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说这个进攻一共分为几种种类 那有什么样的不同 在什么样的局面下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进攻 对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的问题 不仅仅需要招法 也需要更主要的是需要我们对于局面的认知和判断 我大概给进攻分了三种类型的进攻 第一种类型叫做直线型的进攻 也就是剑拔弩张的 像重型的装甲车一样开过去一般的 碾压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进攻 这种进攻往往是在于对方只有一块估奇的时候 而往往是这块估奇 就是说我们能对它实行有效的进攻的手段 和直接的打击的时候 同时能够通过进攻实现我们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采取第一种方式 叫做直线型进攻 第二种进攻叫做曲线型进攻 我们可以用一种比如说兵法上面的一个词语 叫做声东击西 用这种方式去理解 或者叫做缠绕进攻 有围棋上的术语叫做缠绕进攻 这样的进攻的类型 一般来说是出于在这个局面相对来说错综复杂的时候 对方可能有一块估奇 或者是两块弱奇 或者是我们可以借助其他的 就是借助攻击对象之外的目标 去对对方进行产生压力的 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是用第二种的方式 也就是缠绕进攻 曲线型的进攻 曲线型的进攻 一般来说是属于比较高级的战术了 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平的棋手 或者说是比较怎么讲呢 对局面的理解比较到位的 这样的棋手比较擅长 第三种是在一般来说 是在可能相对特殊的局面下 会采取的一种进攻 我觉得也是非常高明的一些方式 往往是在我们看棋谱的时候 是大师们很多局面下都是在采取这种进攻的方式 是什么呢 既不是第一种的剑拔弩张的 我们说是压倒性的这种方式去直接的进攻 也不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就是缠绕进攻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叫做徐徐图之 一种撒网式的进攻 我们如果给它一个定义的话 第一种叫做直线型的 第二种叫曲线型的 缠绕进攻 第三种呢 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撒网式的一种方式的进攻 也就是看上去 没有直接的对对方的弱骑进行进攻 但是 它是在每一步骑行骑的同时 不断的给这块鸡施加压力 有点像是布了一个天落地网 就是 很大的 布了一个很大的局 最终的目标 是要进攻 那这种方式呢 可能就是比较高端的战术了 好 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局面 大家理解了这三种进攻的方式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不同的局面来去思考 我们在这样的局面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 怎么样去对对方进行进攻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板田先生的这盘棋 这盘棋呢 板田先生直黑 他对手是高春秀格 当时是日本的本营法 下到这个局面 我们来看啊 现在棋盘的左边 基本上已经定型完毕了 其他的地方呢 谈得上双方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呢 有这么 主要是这么两块棋 一个是黑棋 右边的这一块 一个呢是白棋 右下角的这几颗棋子 这五颗棋子 这一串白子呢 虽然没有完全的安定 比如说黑棋把它分断之后 它没有完全的安定 但是我们谈进攻 这块棋的进攻来说 目前还比较遥远 那这不是 如果要是这样分断的话 这就我们说的第三种进攻 徐徐图之 徐徐进攻 但是对这盘棋来说 这个可能是不恰当的 因为这块棋不是一个进攻的目标 暂时不是进攻的目标 它只是没有完全安定而已 那么好了 我们的问题也就变得 非常的简单和清晰了 接下来黑棋进攻的目标 就是白棋下面的这五颗棋子 右下角的五颗棋子 该如何对白棋展开进攻 在这之前呢 黑棋是先下了一个阵 这个阵看似防守 实际上是有可以说是一子两用 它是一个手中带攻的一步好棋 如果白棋这个时候 比如说在下面去加强 我们刚才说这五颗棋子 去进行加强的话 那黑棋有什么样的手段呢 黑棋会点 这个点是一个 怎么说 就是这个局部来说是一个好手 这样白棋如果挡 黑棋贴 黑棋在这个局部呢 进行一个弃子 接下来是双方必然的变化 打吃之后黑棋一顶 黑棋通过弃子 先手把这块棋下得非常的结实 那这个时候黑棋比如说再来中辅一补 我们看白棋刚才说这一串棋子 它是不是我们进攻的目标 它是很难被进攻的一个对象 因为其实它也是一道后市 但是由于黑棋在这块棋 右边的这块棋 通过这个弃子定型 无形当中是大大的加强 加强了之后 我们看白棋就显得此消彼长 白棋就显得非常的薄弱了 如果像这样 当然没有这个 双方没有死活问题 谈不上这种 很严厉的 很犀利的进攻手段 暂时是没有的 但是白棋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黑棋这块棋的棋型 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说白棋为了防止黑棋 这个点 二路透点的整形 实战白棋是在这小肩 看似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 它补了一个 这个拆尔其实 局部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白棋还是选择在这补 补了之后 现在轮黑棋出手 下一招该下在哪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 该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直接的进攻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把白棋分断的 因为这个棋 白棋不存在做活的问题 它只存在一个联络的问题 就是它能不能 就这五个子 跟这一颗棋子 之间联络的关系的问题 比如说你如果简单的这种飞 那这个 这步棋就显得太松缓了 可能 很多我们的棋友 也许会 第一感是会想到这个飞 但如果飞的话 白棋就肩住 这样不管你是顶也好 还是挤这个也好 白棋就很简单 就可以联络了 所以这步棋 这只能说是一个大关子 谈不上对白棋的进攻 比相对来说 跳在这 是一种进攻的姿态 不过跳在这 也有它的问题 跳在这的问题是 这步棋 对白棋 它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 三种进攻的哪种类型 大家想一想 对 它是属于第一种类型 就是直线进攻 直线性进攻 那直线性进攻 往往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 比如说 这个时候白棋 因为你直线性进攻的时候 对其他的 对对方的 除了进攻目标之外的 其他的子力 是构不成太大威胁的 那这个时候 相对来说 对方去治理这个 弱棋的时候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因为他只需要照顾到一边就好了 所以说接下来比如说白棋 使出这步俗手 但是这步棋不一定好 我们说即使是这样的话 黑棋长 白棋跳过来 白棋处理这块棋 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他只要一门心思 把这块棋处理好就行了 当白棋跳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 双方的这个攻守的姿态 又发生了一定的逆转 黑棋的这五颗棋子 现在又变得非常的薄弱了 那正常来说 黑棋要飞 白棋靠过来 这样就有可能形成 这个胜利会师 我们看白棋说上下两块 可能未来都是黑棋的目标的两块棋 他们就要联络了 所以说黑棋的这个直线形的进攻 这个跳的手法 有一点问题 我想说到这儿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对 实战的黑棋是走在这儿 坚冲 这步棋跟这个跳 看上去是一路之差 实际上是天壤之别 这个坚冲的位置 对白棋下面的这颗棋子的压力巨大 这招棋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哪一种进攻的方式呢 是第二种 就是缠绕进攻 因为如果白棋拖先的话 那么下一招 黑棋无论是压在上面 这个压基本上就是决先 可以看成 基本上可以看成这样 就黑棋压两下 基本上是绝对的险上 白棋必须要补 也就是说黑棋压的时候 是会对上面 有巨大的影响 那黑棋如果说是选择 这个唯控的时候呢 挡在这儿 棋形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颗白棋呢 也是严重的受伤 对实地来说 白棋也是严重的受伤 所以说这部棋呢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子两用 它的目的 首先肯定是分断了 就是肯定是 要对白棋这五颗棋子 进行进攻 这个我们大概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同时呢 它不是采取的 这种直接的分断的手段 而是采取的是 给白棋这颗棋子施压 而间接的去 对白棋这块棋进行攻击 缠绕进攻的这么一个手法 这部棋是很经典的一个手筋 值得我们学习 实战白棋爬 我们来看一看实战的结果 黑棋退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再 比如说你在这边走的话 那就很简单 黑棋就把白棋吃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两边它必须要坚固 那坚出来 黑棋飞 这个是一个双方必争的要点 因为如果被白棋跳过来 我们刚才说 白棋两块鼓棋呢 就会胜利会失 那黑棋这块棋 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所以说黑棋实战 飞过来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 还是自己单纯逃跑的话 我们刚才说 黑棋这压过来 实在是太舒服了 压过来白棋 这个时候可以扳 扳的话呢 黑棋会断 打持 力 黑棋通过弃子 首先把白棋上面分段 然后呢 这个拐 是先手 这样呢 这个由于拐是先手 所以黑棋自身的联络 这个冲下来的手段 就不成立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接下来黑棋 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直接的 那就刺了之后直接飞过来 是一种方式 那比如说要 这个稍微克棋一点的 也可以贴在这 总之 白棋这块棋 我们大家看 是深陷于黑棋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块棋已经行 已经是黑棋 这个案板上的一块肉 任黑棋宰割了 所以说呢 如果像这样 被黑棋 白棋如果单纯的逃跑 单纯的逃跑 跳在这 被黑棋这样 这个雷霆万军的这种 一压 这个贴出来 白棋实在是太被动了 无论你是这个搬还是退 你又不可能再逃跑 再逃跑 这个被黑棋迟掉 那不像话了 黑棋收获太大了 所以说 无论是你下什么 那么白棋自身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 一个棋性 所以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了一个很积极的下法 就是冲下来 冲下来 黑棋顺势拐 这个时候呢 黑棋不需要挡 如果挡的话 白棋断 这个作战呢 就是黑棋的风险非常大 白棋在搬 黑棋跳 白棋是可以打一下 由于黑棋自身 白棋在坚出 由于黑棋自身呢 这两块棋没有完全的联络好 所以说 要想吃掉白棋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要是不能对白棋 进行非常严厉的打击的话 黑棋实地的损失太惨重了 所以说实战 白棋冲的时候呢 黑棋就顺势冲下来 进攻的时候 同时也要兼顾自身的防守 这点非常的重要 黑棋利 但是下上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局面呢 是黑棋比较成功的一个局面 黑棋呢 通过兼冲这个棋子 把白棋这两块棋分开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白棋 无论怎么逃 黑棋贴出来 白棋这块棋啊 它还是离这个 我们说离它的这个大本营 根据地 还有很远的距离的 而它局部要做活呢 就非常的损 如果你局部做活的话 得靠这种什么 这个拖之类的 而且暂时还不行 拖人家还可以搬 也就是说局部白棋要做眼呢 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说 离家很远 就地做活 又不现实 又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局面 黑棋通过这个一尖冲 穿出来 这个声东击西的下法 非常严厉的一个 非常紧凑一个严厉的局部的一个招法呢 可以说是一举奠定了这个局面的优势 这种就是高手的 犀利的进攻的手法 好的 那么我们进盘棋的这个局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这是进攻的三种方式 当然了 以后我们也会从 更细致的去 具体的分析 每一种方式 它们的特点 同时呢 我想也给大家留一个概念吧 就是实际上进攻 不是目的 这点大家要在心里 一定要记得清楚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有的时候也会 经常的就是会 这个过其影 就是说我攻得很愉快 那么但实际上我们一定要记住 进攻只是手段 攻击 是要去获取这个利益的 进攻的最终的目标 它的动机 最本质的动机 不是为了进攻 如果说本质 那就是杀旗了 那我们就不谈进攻的问题了 如果说直接能够获取利益的 那是杀旗了 所以说进攻的最终的目标 是要通过进攻去获取利益 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进攻的手段 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什么样的动机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什么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烧脑 很正常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也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在没关系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还有很多的 往后还有板田先生 还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的 有关进攻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 一点一点的去掌握 好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就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理解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也感谢大家给我提出的宝贵的建议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